CIFOX 产业的应用 好,那再来我们来介绍CIFOX 的一些产业的应用 那当然应用本来就很广了 我们这边是举一些简单的例子 让我们稍微看一下 CIFOX 本身目前有哪些应用正在市面上提供 那第一个是比较跟健康相关的 也就是说有点像我们有一个可以量测 个人的这个生理资讯的设备 所以这个Monitor 提供我们自己的这些生理的资讯设备 然后回传 所以它是来做Management People Remotely 就是远端 就可以来感测这样的个人的一些生理资讯 然后可以回传 那这样的话对类似健康的监控 这是可以算是很有帮助的一个应用 好,那第二个是Home Alarm System 这个比较偏向Security 就是家里面的一些像安全的那个锁 所以变成说我们的家里面的居家的安全 那这个可以用这个东西 它这个设备来一样透过这个CIFOX的通讯 可以非常非常的容易就可以让这个安全可以提升 所以它是一个警报系统 那这个变成说如果有像有闯入啦 家里的居家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应用 好,那第三个呢 是我们叫Smoke Detector 就是烟雾侦测器 那Smoke Detector 也是算是家里面的安全的一部分 不过这个是烟雾侦测 比如说家里面如果有湿火啦 或者是说烟雾太浓啦 那这个本身可以 这个一般是装在 比如说天花板上面 那这个就可以来 赶快送出警报来 就是说烟雾太多啦 那它一般比如说安装很容易 因为已经做成一个 device 所以里面有这个CIFOX的通讯模组 然后传输 传输也非常的安全 然后非常简单的这个功能 里面的电池 可以五年不用换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产品啦 因为烟雾侦测器 也不需要常常传输嘛 当然平常要送就是说 这个烟雾侦测器本身 是不是还正常的运作 我们讲一般叫Hotbit 或者Keep Alive 因为它要知道烟雾侦测器的管理系统 那就是application嘛 一个Vertical application的厂商 或者公司 它提供这样的服务 它可以知道它的烟雾侦测器本身 是不是还正常 也没有故障 比如说也许时间久了之后 这个电池可能也没电了嘛 所以这边可以看得到 它有regular的status 那做这个Hotbit 来monitor 这个sensor本身是不是正常 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需要烟雾侦测 到这个烟雾太浓 那这个当然就是我们叫Event Trigger 它就会启动 启动这个感应器 然后发出警报 大概是这样 非常的简单 但是实用性也非常的高 居家安全 那另外在精准的农业 这也有看到一个Green Citizen 这个是它做的一些感应器 那包含是它说Irrigation Irrigation本身是要浇水嘛 那Fertilizer就是施肥 就是我们有时候浇水施肥 是根据我们的环境的状况嘛 我们会需要测这个 我们的环境的数据啦 比如说温度、湿度啊这些 那等于说也可以比较容易 用这个感应器 比如说这个可能是温湿度的感应器 然后透过这个就是Sibfax的这个box 透过这边可以把讯号 就是你侦测温湿度 或者如果这个换成土壤 就插在土壤里面 变成土壤的温湿度 换成空气的就空气的温湿度 因为这边有一个 这个一般连接都是标准的 我们叫RS485 工业标准 这边只要插连接器 换成不同的感应器 那它就是不同的感应器 然后数据 就透过这个Sibfax就可以传出去 所以这个这样的应用就非常多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这个Sibfax 来传输各式各样的感应器的数据 所以这些都是一些简单 然后平常会用到我们周边环境 这样的应用